好 根據兒謀的調查 2020年也就是去年 台灣就有5萬多對的夫妻來離婚 其中有不少 還有孩子的監護權問題 兒謀進一步調查發現 有七成的孩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 爸爸媽媽為何要離婚 但要留意的是 高離婚率已經連帶的影響 下一代的婚姻觀 你的婚姻觀如何 我婚姻觀嗎 我自己個人是不想結婚 我覺得不需要結婚 你是受家人影響嗎 我覺得有部分原因是受家人影響 談到婚姻觀 還是沒有多大的自信 面對父母親感情不和睦 而導致離婚意圖 李立成已經不例外 和他一樣父母選擇離婚的 去年台灣就有5萬多對 比例不低 離婚率我沒有研究 不過這我的了解 應該在台灣算是高的 大家對於離婚的觀念 或後續的照顧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比較 觀念上要再另外再加強的 結婚原本是兩個人的事情 但有了孩子之後 家庭的主成是孩子成長的重要基石 他們有7成根本不懂父母 為何離婚 更有超過6成的孩子們 他們擔心被爸媽遺棄 這是兒蒙的調查結果 年紀越小的孩子 他們會往往覺得父母的爭吵 一定都是因為自己而發生的 因為父母可能會因為爭執錢 或教養這件事情 所以導致孩子會覺得是自己不好 而上法法規不完全 導致台灣有很多的離婚夫妻 他們的孩子都沒有獲得保障 包括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 還有離婚商談服務都還沒有落實 台灣的法律就是它並沒有限制說 一定要處理好孩子的照顧計畫或監護權 所以爸媽往往在衝突的狀況下 就會先解決婚姻關係 兒蒙8月份成立離婚親子維繫服務中心 提供心理 法律 還有社工的諮詢服務 透過社福的資源 在不圓滿的婚姻當中 尋找適合彼此面對未來生活的方式 成人的世界 孩子很難理解 但沒能好好處理親職問題 這也是現代父母親 推卸不了的責任 人紀會是張宇辰 鄭仁宗 台北採訪報導 許其廣告 寶貝 潑 警告 警告